大家好 我是不是 今天有一个视频 在这个X平台上 很多人在转这个视频 什么视频 就是有一个外卖小哥 外卖小哥 然后一开始是因为什么 不知道 反正他好像是一个警察 把他的手机给抢走了 大家想想外卖小哥 如果没有手机 他也接不了单 你说这个多痛苦 对不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 去抢那个手机 把手机就好不容易抢回来 抢回来以后 然后这外卖小哥 被我这摩托车 我看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形 因为他那个也很乱 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警察看手机 被外卖小哥抢走以后 他就去把人家 摩托车的钥匙给拔了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整个过程 就是警察就特别的感觉 就无理 特别的让人气愤 然后外卖小哥气得不行了 当然有可能是外卖小哥 可能前期有些什么事情 按照中共的规矩 可能是违规了 但是你说小哥多不容易 对不对 就是这么欺负别人 然后这外卖小哥就气得不得了 然后就开始 外卖小哥长得挺壮 直接就把这个警察给放倒了 然后就生死历劫 就喊出那个声音 一开始是骂人 然后说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叫非要逼我造反吗 然后又骂了一句 然后说你是不是逼我 就是他整个那个声音 反正我听到毛骨悚然 他那个声音 发出那个嘶哑的那个声音 那里面的潜在死 给我感觉就是 我就不活了 对吧 我就跟你同归一净了 对不对 你要非要这么弄我吗 对不对 然后就是咱俩一起要走 我也拉你个垫被子 给我感觉就是这样 就感觉特别的恐怖 就是太欺负人了 有人说你又想拿一个特例来 想说什么 又想拿一个个案来一惊一乍吗 这真的不是个案了 真的不是个真的是非常吓人 就是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也是你看那过程 非常欺负人 就是差不多让人放过去 得了 老百姓生活也不容易 结果就把人 骑电瓶车这个人给惹怒了 然后这个人就反过来 殴打警察 就这样的事情 反正就是这样的事情 其实很多 就是最近发生的非常非常多 我一直也没有说 但只是不过今天 这个小哥 非常愤怒的喊出来 非要逼我造反吗 就出了这样的计划 这个我想也是很多 很多中国老百姓 目前内心的 那个真实的心理这个状况 然后今天还看的一个视频 就有一位女士 在天安门广场就大喊 打倒共产党 还我家园 这个视频可能是不是最近的 他穿的衣发很厚 是可能前段时间的 总之 你看现在很多中国人 他就真的要起来了 你说中国人很懦弱 中国胆子小 不敢起来 不是这样的 最近这段时间 特别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多 这还是我们能从视频当中看到的 看不到的话 可能更多 很多老百姓 已经活不下去了 对吧 我们去 你要再这么逼我 对不对 你大家看到吧 最近这个恶性事件 对不对 太多太多了 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是不得了 什么你这个警察 那个警察 我就不想活了 怎么的吧 是不是 我就拉你一个 垫背的 对吧 拉两个 我就赚一个 是不是 那大家可能就这么想的 然后呢 今天我就回头来看 中国国内的这些自媒体 人家一看 就是又有人出来输了 大家知道最近 孟加拉国的这个事情 人家说了 孟加拉国的人们觉醒了 他们团结起来了 他们是好样的 为他们点赞 这就是中国人 在中国国内的自媒体上 就这么大胆的说这样的话 他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一看就明白 是咋个事 对不对 为孟加拉国人点赞 是不是 那意思我们也得起来 然后还有人说 就是为什么孟加拉国 会发生暴乱 说白了 就你就是 就是你把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东西 非得拿到桌面上说 让老百姓看不到希望 然后你看那个留言 基本上 很多人讲 就差真闭义乎了 满地都是干柴 就差一个火星了 对不对 整体上这个事情 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当然我这么说 可能有人还不信 就是你就是一惊一乍 你就是 好像就是怎么回事 其实真不是 现在中国这个社会 我就每天每天看 每天每天看这个情况 太可怕 太可怕了 就是人吧 软弱归软弱 到了一定程度 那是太可怕了 对吧 就是说 现在整个中国的情况是这样 这些警察 这些中共的这些干部 对吧 这些人越来越邪恶 真的是不给人家留后路 真的是不给人家留退路 对吧 那真的是把人往死里逼 那真是那种感觉 对不对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 有一个女士 那说话 那说话 他那个状况 就是他是欠债了 欠债以后 好不容易他赚了点钱 打工赚了点钱 赚了一万块钱 然后放到银行卡里面 很快就被拿走了 一分钱都不剩 他说是我们欠债 他这意思 我们欠债 你不能不让我们活 还有上有老下有钱 你把钱都拿走了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 现在大家都处在这个状况之中了 这个中共太邪恶 太邪恶了 现在真的是 把老百姓往死里逼 老百姓这个痛苦感 痛苦感跟以前比 比以前痛苦很多 逼 对吧 就是那种最穷的时候 都痛苦很多 为什么 你在六七十年代 哪怕是挨饿也好 不管怎么样也好 那个时候 起码他没有负债 你再穷再穷 我这些 哪怕有点吃的 我们就能过 没有负债 现在不一样 你一早上起来 他到处都是关掉钱 银行关掉钱 是不是 有点钱就全都没了 他那种痛苦感 虽然你现在好像感觉到 还可以 但他那痛苦感 我觉得比以前还要痛苦 一方面是那种高压式的 那种压迫 一方面 是那种极致的这种痛苦 那人他就会慢慢慢慢的 想法 心态就全都变了 就我试着去体会这个事情 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回忆我小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你太气愤太气愤了 以后一下子 就是人这个大脑思路 就像那个电视机 好像还正演着节目 突然一下子就白平了 或者突然一下子 就变成雪花了 那种感觉 就一下子就全都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就像刚才这个小哥似的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对吧 我就喝着去了 对不对 我就跟你干到底 对不对 我死以为拉着你 人他能到那个程度 能到那个程度 再软弱的人 到了打破到那个蟹 他也受不了 我就不活了 我也不想活了 来吧 咱们就干吧 就是这么一种局面 就是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吧 他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你不信 你不信可以 咱们再慢慢看 是不是 如果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缓解一下 能够想有什么办法 可能还会好一点 但是呢 可能吗 不可能了 对不对 昨天我也说了 对吧 这个三生全会做出 那个什么所谓的决定 对不对 就给地方政府放权了 对吧 就是让你们随便 就欺负老百姓了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不是 你们到处 自己去搜刮民财 那已经很痛苦 很痛苦了 接下来 对吧 中央都OK了 都允许了 那下面那些人 不就放盖手脚 像脱江野马一样 没有任何固惧的 欺诈老百姓吗 那老百姓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 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 包括今天还看到 好像对这个 这个决定 好像对房产税 可能要开始这个征收了 所以说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社会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这个可怕 这样的人群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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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聚集起来 聚集起来 特别是 这个就是说 在很多大城市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特别是大学毕业生 这些人年轻啊 咱们都年轻 我也年轻过 我也知道啊 对不对 那时候真是不管 不顾啊 所以说 现在中共啊 他真的是坐在火山口上 中国人绝对不是说 那么很软弱啊 如何就是 怎么欺负也不起来 绝对不是 要是以前 我可能还觉得 大家说的 可能有一点道理 但就这三四个月 我看到太多 太多太多视频了 那打警察 都是这个家常便饭了 我看到处都是这样的 这个视频 只不过今天这个 他喊出这个生意 我拿出来说一下 包括攻击这个政府大楼啊 公安局大楼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现在 所以以后你看着吧 这个事情 然后呢 再加上很多老百姓 就是像我今天上午 也提到这个视频 就是你不管政府说啥 我就不配合了 你不管政府说啥 我就不信 你不管政府说啥 我就朝着反的方向去发展 对不对 不买房 不买车 不生孩子 不结婚 对不对 就断了你们的良道 那你说中共他能怎么办 然后他就会不断的 更加的去欺负老百姓 那这些老百姓 你说要中国组织起来吧 确实很难 很多时候中国这个人 一组织起来 就是一盘散沙 互相有矛盾 但是 现在这个情况吧 咱们慢慢看吧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其实也不清楚 会是怎么走 但是这么下去的话 老百姓肯定是 要起来造反的 各个方面也在 不要说老百姓了 连那些基本 第一级的公务员 都可能受不了了 包括那些什么警察 城管可能都受不了 整体的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